新竹爱恒且能中心爱恒乐活农员昨天失窃一台中耕鸡,三台割草鸡和一台洒水鸡。 图新竹爱恒且能中心提供。 分享,新竹爱恒且能中心爱恒乐活农员昨天失窃一台中耕鸡,三台割草鸡和一台洒水鸡。 爱恒且能中心创办人戴耀赛南过表示,花了一年多的母籍,好不容易才在今年购买加入农务工作的设备,正要开始增加生产效能的当下。 昨天早上工作人员到农场,发现农具市的门锁被撬开,室内凌乱,机具已失窃,一报案请警方协巡代表赛表示,由善心人士捐赠的农艺打造的爱恒乐活源,规划用意帮助年身心障碍这身心发展,和自力更生的农员一桃野和工作训练, 也期许这方福田将来有更大的工艺发展,帮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翻转人生,成为社会生战者。 现在没有这些农业积聚,戴耀赛说,他们只能望田兴叹,因为耕不了田,挣不了地,不洒农药就必须每天都要出草,现在什么也不能做, 导致这群身心障碍学员的训练课程和农务工作被迫停止,这些农机器材专卖应该没有多少钱,但是对我们很重要。 戴耀赛表示,诚恳希望拿走农具的人把他们还回给我们,让帮助身心障碍者的工作能够继续, 也不辜负各界善心人捐资帮助爱恒且能忠心的功德。 新竹爱恒且能忠心爱恒乐活农员昨天失窃一台中耕鸡,三台割草鸡和一台洒水鸡,图新竹爱恒且能忠心提供。 分享,新竹爱恒且能忠心爱恒乐活农员昨天失窃一台中耕鸡,三台割草鸡和一台洒水鸡。 图新竹爱恒且能忠心提供。 分享,新竹爱恒且能忠心爱恒乐活农员昨天失窃一台中耕鸡,三台割草鸡和一台洒水鸡,图新竹爱恒且能忠心提供。 分享。